阴霾的雾都,陶德回来复仇了 馅饼店里,老板勒夫特时隔数十年再一次见到了陶德 此时,他正在自己肮脏的小店里做着无人问津的小肉饼 陶德出现,他已经和从前大不同了 克勒夫特还是认出了陶德 当初陶德是雾都有名的理发师 他生活幸福美满 陶德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和漂亮的女儿 江河的生活很快被打破了 法官特平爱上了陶德的妻子 他利用自己的权利将陶德逐出雾都,霸占了他的妻儿 当隐心埋名述载的陶德再次回到这里 他的心里只剩下了复仇 陶德寻着记忆,找到了曾经他理发店的位置 此时已经成为了勒夫特的馅饼店 勒夫特告诉陶德 他的妻子在他离开后没多久,就服毒自杀了 因为他不愿意委身于老王 而他们的女儿则至今被囚禁在特平的身边 勒夫特的话让陶德心痛不已 他决心要让特平付出代价 随后,勒夫特就带着陶德来到了他曾经的理发店 那里的一切都没有变 只是蒙上了灰尘 陶德望着这一切,难免出紧生情 而勒夫特则转身 从地板里拿出了陶德曾经的理发刀具 那是属于陶德的骄傲 陶德看着依旧意义生惠的剪刀和剃刀 开始缓缓吟唱 现在陶德决定重操就业 剃刀将再一次在陶德的手里大放光芒 当然,剃刀对于现在的陶德来说 可不是用做刮胡子那么简单 很快,陶德就迎来了一个机会 城里一个油光粉面的理发师皮耶 正在朝众人展示自己的手艺 人人都称他是物毒最好的理发师 可是现在陶德回来了 他才是物毒最好的理发师 此时的皮耶正在台上兜售自己的生发药 看着皮耶那瓶劣质的生发药 正散发出一阵阵恶臭 陶德当即就站了出来 嘲笑皮耶的药剂 这引得皮耶心里大为不爽 他邀请陶德和自己一站 皮耶要为自己,为自己的生发水证明 显然皮耶打错了如意算盘 台上皮耶和陶德同时开始服务顾客 干活的时候皮耶边唱边卖弄自己的技术 而陶德就显得专业多了 他仔仔细细的处理着顾客下巴上的杂毛 等陶德服务完自己的顾客时 皮耶的歌还没有唱完 显然皮耶败了 陶德仅此一站就在物毒名声大噪 可他的女儿乔安娜 现在的处境就显得凄凉多了 因为这些年来 乔安娜被特平收作养女 虽然过得衣食无忧 却没有自由 她像一只金丝雀一样 只能困在特平的家里 那是乔安娜的牢笼 特平对乔安娜有着变态的战友欲 这天安东尼正在寻找一个公园 他在街边的长椅上 看到了正在窗边独自吟唱的乔安娜 从乔安娜的歌声中 安东尼读懂了他的寂寞与无奈 就是惊鸿一撇 他爱上了乔安娜 可在暗处 特平也在观察着安东尼 因为每一个打乔安娜主意的人 特平都不会放过 随后特平将安东尼邀请进了家中 用皮鞭好生款待了这个年轻人 特平警告安东尼 离乔安娜远一点 不过年轻人的爱恋是炙热的 疼痛并没有让安东尼放弃乔安娜 他决心要将乔安娜 从这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去 安东尼找到陶德 请求他帮助自己拯救乔安娜 因为陶德和安东尼曾有过一面之缘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 陶德是安东尼唯一认识的人 只是安东尼并不知道 乔安娜竟然就是陶德的女儿 当陶德再次听到女儿的名字 整个人都出了神 还是勒夫特接过了话茬 表示愿意帮助安东尼 如果他有需要的话 而陶德也意识到了现在女儿的处境 他决心要将复仇进行到底 他的人生 女儿的人生 都是被特评毁的 陶德经此一战 并顺利地重开了自己的理发店 等待着有一天 特评光顾自己的理发店 他好手刃仇人 不过陶德理发店迎来的第一名顾客 竟然是皮耶 但皮耶找到陶德 可不是想要理发 原来在那次较量失败以后 皮耶便仔细调查了一番陶德的背景 他知道陶德和特评的过往 也洞察了他隐形埋名的原因 皮耶威胁陶德 如果想要在雾都做理发师 那么理发店的收入 必须和自己五五分成 不然皮耶就会揭露陶德的知识身份 显然陶德不会受制于他人 他举起正冒着烟的水壶 猛地砸向了皮耶 没有一丝的犹豫 愤怒的陶德 一下一下敲击着皮耶 但这动静很快就引起 楼下皮耶小徒弟的注意 他冲上楼去 可是皮耶早就没有了踪迹 小徒弟不知道的是 此刻的皮耶正坐在他屁股下面 不过由于时间匆忙 皮耶还流有一口气 陶德发现皮耶落在箱子外的手 还在轻轻抽搐着 不得已 陶德只能找借口将小学徒支开 然后他举起自己锋利的提刀 彻底的了结了皮耶的性命 这是陶德第一次杀人 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很快 特平就找到了陶德的理发店里 他此次前来 是想精心打扮自己一番 因为早上特平和自己的养女求婚 被婉拒了 特平自认为 是因为自己的求婚过于仓促 没有准备好才会被拒绝 他想让陶德 为自己好好整理一下仪容 再去俘获乔安娜的芳心 见到仇人的陶德 神经变得异常紧张 很显然 特平并没有认出陶德 他大大方方的躺在椅子上 特平正享受着陶德的服务 他不知道 自己马上就要成为陶德的刀下魂 正当陶德准备动手的时候 安东尼却在这个时候闯了进来 他告诉陶德 乔安娜准备和自己私奔了 希望陶德能够给自己提供帮助 特平一听这话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他告诉安东尼 他此生都不会有机会再见到乔安娜了 随即特平愤然转身离去 陶德首认仇人的计划落空了 仇人从陶德手下溜走 这让他内心倍感失落 可勒夫特告诉陶德 一切还没有集数 现在最要紧的问题是掩埋尸体 勒夫特提议 将皮烈的尸体做成肉馅 隔壁的肉馅店可以将猫做成肉馅 人同样也可以 很快勒夫特就开始行动起来 一个个新鲜的人肉馅饼出炉了 香味很快引来了众多食客 勒夫特的馅饼店 第一次迎来了那么多的客人 陶德决定继续潜伏在黑暗中 等待着特平的再次到来 这边回到家中的特平 正瞧见乔安娜在收拾行李 他顿觉怒火中烧 没有想到自己养育多年的养女 打算就这样逃走 特平便将乔安娜关进了疯人院里 此时勒夫特店里的生意 已经变得红红火火 陶德改造了自己理发店的椅子 这样在挑选到合适的客人后 陶德会选择立刻下手 然后将尸体直接从理发店 抛到馅饼店的地下室 但陶德也会有手下留情的时候 这天陶德的理发店来了一家三口 三人温馨的模样 让陶德沾满鲜血的手 暂时的停止了 他放过了这个男人 因为这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曾经 不过这样的杀人勾当 并没有因此停止 每日陶德杀掉的人 会由勒夫特全部制作成馅料 塞进自己的馅饼里 皮耶曾经的小徒 也被勒夫特收留 成了店里的伙计 勒夫特是小生意 做得红红火火 他也开始憧憬未来美好的日子 勒夫特想和陶德结婚 一起周游世界 享受甜蜜温馨的日子 可是陶德却无心享受这一切 因为在他的心里 始终怀揣着复仇的执念 并且在陶德的心中 始终只有妻子一人 这样痴情的陶德 让勒夫特又爱又恨 他爱陶德的重情重义 却又仇恨陶德 对自己的付出无动于衷 可陶德就是一块五不热的石头 现在唯一还能牵动他心弦的 只有女儿乔安娜了 这一日 安东尼找到陶德 告诉他乔安娜被关进了疯人院 陶德告诉安东尼 五度的假发全都来自于疯人院 安东尼想要进疯人院 就可以假装成收假发的商人 混进疯人院 将乔安娜救出来 但陶德的真实意图 却没有那么简单 他想让安东尼作为诱饵 把特评引出来 而陶德也的确如实照做了 很快 安东尼按照计划进入了疯人院 他找到了乔安娜 并顺利的带他逃了出去 陶德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没有等来特评 而是等来了他的下属皮特先生 皮特称 最近附近很多居民 投诉勒夫特太太的馅饼店 传来恶臭 自己这次过来 是例行公事检查的 可这个时候 绝不能让皮特进到地下室 因为皮业的小学徒 此时正关在里面 他早就怀疑陶德的行为 想要去告发陶德 好在勒夫特及时劝阻 他将小学徒安抚下来 随后 勒夫特将小学徒 带到了地下室 等候陶德的吩咐 但皮特的突然造访 显然在他们的意料之外 陶德立马灵机一动 将皮特邀请到了 自己的理发店 然后将其割喉 丢进了地下室 小学徒眼见一个人 掉了下来 再联想到 往日在理发店失踪的人 他顿时明白了 自己在一家 怎么样的黑店里工作 幸运的是 等勒夫特带着陶德 回到地下室时 想将小学徒灭口 这小学徒竟然不见了 他逃走了 躲过了一劫 陶德和勒夫特 苦苦搜寻一番后 却找不到小学徒的身影 于是 他们便转身回到理发店 可这个时候 又有一个不速之客 造访了陶德的理发师 一个捧头垢面的疯女人 他告诉陶德 勒夫特就是恶魔的女人 陶德明显不想听疯女人的话 一刀就将她割喉丢了下去 这时候 特平终于赶到了 陶德安抚她 乔安娜很快就到 跑不了 随后 陶德提议将特平刮胡子 整理仪容迎接乔安娜 最终 陶德如愿以偿地 割破了特平的喉咙 而这一切 正被藏在陶德里发定柜子里的乔安娜 亲眼目睹 是安东尼让她躲在这里 可她没有想到 自己会见到如此血腥残忍的一幕 很快 陶德发现了藏在暗处的乔安娜 可是她并没有认出 乔庄打扮过的乔安娜 她威胁乔安娜 忘记自己的脸 随即 陶德便被勒夫特的尖叫声吸引 她立马赶到地下室 只见勒夫特正准备将那个疯女人烧掉 可陶德却愈发觉得 那个躺在地上的女人有些眼熟 她再仔细一看 陶德发现 这竟然是自己的妻子 原来妻子没有死 是勒夫特欺骗了她 她想要和陶德在一起 才编造了这个谎言 陶德选择亲手烧死勒夫特 自己人生的悲剧 已离不开勒夫特的推波助澜 陶德在杀死勒夫特后 轻轻抱起躺在地上的妻子 将她拥入怀中 吟唱着自己对她的思念 而这个时候 逃走的小学徒又从下水道爬了回来 他举起一把锋利的匕首 割破了陶德的喉咙 就这样 陶德拥抱着自己的妻子 离开了这个荒唐可笑的世界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